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裴行俭在武则天生李洪购亥正宫的时候曾经刀点。 武则天出生女儿,被她饿死,等到二胎生李洪后,感觉有利后的希望, 于是就在王皇后的床下,埋了一个木偶,上写高宗姓名,用钉钉柱, 然后指使心腹,说是皇后用此物将高宗言两。 高宗震怒,再加上武士的添油加醋,遂决定废王立武为后,朝义纷纷。 当时裴行俭为长安令,听了这事,就去掌孙吴继加血。 任真伟,正好袁公瑜也在,行俭按捺不住,问,皇上要废皇后,立武昭仪,可是真的。 吴继打鼠时,行俭说武士若为后,国家必遭大祸,太为长孙吴继不可不争,吴继说争也无用,行俭又继劝术语,愤愤而去。 谁知袁公瑜将此事告发,次日八兆,便行俭为西州长使。 陪行俭以奉元年,六百七十六年,西突厥阿什纳都之与土藩联合进攻安西,朝廷愈发兵前往,尚未裁定。 这时候行俭,前往。 众求本是以游列为生,听得此话,自然踊跃。 行俭又道,寄愿前行,须得听我约束。 于是将四镇空无有力者拣选万人,编成队伍,只管前行,不得后顾。 慢慢地行至阿什纳都之帐下,距离十里,浅人向阿什纳都之问安否。 阿什纳都之呼见唐使,大吃一惊,极见使者态度平和,并未夹则,乃稍微心安,于是率子弟五百余人,网页行俭。 行俭仰表欢迎,暗中却早已说服,待五百。 人潜入营中,一声号令,伏兵四起,五百人,捉了二百五十罢。 行俭又自帅清齐,将阿什纳都知的别将追伏也抓住,压二求还经师,流亡方易入安息,修筑岁月城。 高宗召见,大家褒奖,清古君万里,兵不血刃,真乃文武双全呢。 遂受刑俭为礼部尚书,先俭教又为大将军,不久又遣刑俭为定乡道大总管,征讨东突厥。 东,西突厥地图唐东,突厥由来已久,六百三十年,唐军大败协。 立刻寒于阴山,毕竟把突厥的残部洗往营中,由阿什德氏为首领,后来又改营中府为禅于大德护府。 在培行俭出使波斯时,禅于府呼声叛乱,阿什德氏温父奉执二部,善立阿什纳尼属府为可汗,反抗朝廷。 朝廷派萧四叶、院大志、李景佳等率兵征讨,结果因防备部族大败。 高宗令刑俭与乘务艇,李文贱总兵三十万,杀向硕方。 到了硕州,刑俭坐了三百辆运粮车,每车装物名壮士,持短刀。 强弩,全服车内,派雷族护者,令派精兵数千,在旁路窄险要之处埋伏。 突厥骑兵,见到粮车,飞驰而至,护梁雷族,四散而去,突厥的车,找到有水草之处。 解哀歇马,李向梁车取梁坐餐,谁知车中进伏兵甲,一阵乱砍,杀死突厥兵多人,突厥兵受惊奔走,谁知又被伏兵再次截杀,几乎覆没,从此以后突厥再建唐军律梁,不敢截掠。 突厥士兵行简统大军到禅于府北边,日暮结营,安顿。 一臂,又令将士一驻高处,众将不解,行简道,等得明日,自有分晓,快快一营。 事业,暴雨突至,几次山崩地塌,扶晓望去,前所驻地,已成汪洋,众街率服,入帐探问缘由,行简孝道, 从今以后但听我命,不必为所由之。 基于止水河,行简命即行军,到了黑山,阿使纳尼淑福和奉旨两人,领着藩齐来接战,行简指令顾磊不动, 任凭藩众冲突,只准手不准弓,那藩众几次下来,已经疲惫不堪,行简乃发出军令, 唐军如天罗帝网,照住藩军,成武挺和李文简为左右意,把藩军围了个节节事实,奉执中将被俘, 阿使纳尼淑福想逃脱,行简大呼,活捉尼淑福,赏万斤,杀死尼淑福,赏千斤,无论我军与敌军一律给赏。 三兵正苦恼不得解脱,听得此话,纷纷倒戈,竟将纳尼淑福赐死,持手来线,行简不食言,即将千斤散己, 然后以将兵为先导,进攻敌朝。 阿使,德温父,吓得逃入狼山。 西域行政图唐朝开要元年,阿使德温父立写例子阿使纳福念为可汗,入寇元州和庆州, 朝廷仍派行简平定,唐将曹怀顺先输了一仗,行简至行口,文的败号,按兵不动, 于是施行反见计,让温父和福念内斗起来。 行简探知福念自重在金崖山,于是派兴其节来,并将福念的妻子,也一便居住, 福念惊慌失措,逃往宝戏沙,行简派刘靖同城五挺正夜追击,逼得福念。 走投无路,派使前来,愿秦温父,以赎钱签,刘靖同给定西县, 果然借其福念将温父信于军前,靖同道行简营,行简命靖同带着二人入京,许他不死。 行简入朝献福,面请赦免,高宗以示允许,不了事中培言,度行简公,高宗被他删获, 竟然将二人处死,并且拂念寿秦,攻在成务庭等,指封行简为文喜献公。 行简自朝,魂训真公,只惜进出王魂王训法无真公之事,古今所耻,我一何? 敢言公? 但恐朝廷杀祥,以后外人不复再来,这却可虑,因此称极不出。 永存初年,西突厥阿史纳车部,又率实性造散,朝廷又要派行简,诗上未发,行简并中,年六十四,四世跌县。 陪行简书法行简,文喜人,少宫书法,草利尤家,集成,习战阵,通阴阳历数,每战者欲知胜负。 初唐四节,王伯卢赵林阳九落兵王,以文艺文明海内外,彼竟玄隐式行简,行简似语道,是当先实弃,后文艺,伯等虽有才华,忠贤福禄,则得安享禄位。 我恐他未必令终,养子较为沉静,可得令长,当不至由他换礼。 四人结局均如行简所言,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亲弦情与作者联系。